大家好我是阿天 現在是這個凌晨1點鐘 然後我刷了 不是說這個失落之城那個難度會降低嗎 我大概刷了一個小時喔 好那來看一下 我這個也是一樣操作業 不過稍微改了一下 因為我只有這個 傭兵界的這個冬火女士 那我看到幾個作業是需要用到這個願魔啦 1 2 3這關推的很順頭 最後一關真的是推超級超級久的 好那就來看一下吧 OK我其實如果說這個 要低等過程的話 其實網路上有很多 好像有420幾集的 不論是在bilibili 或是在YouTube 都可以先來看到這個430幾集 然後就推過36張的 那我450集我想說應該是 比較好推的 就還是推很久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關就是國王反尚後 這個是超作業的 我們看到國王輕輕鬆鬆 這個劈一下 因為這個薩菲安應該是血子剩一滴啦 好那這個是第一關國王反尚後 那第二關的話就稍微改了一下 我把這個鼠炮放上來 那很難得光光可以用喔 那這個鼠炮後可以看到這個威力 非常非常的強後再加上這個 其實如果說冰魔上9紅的話 暴擊傷害增加也不錯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過關的紀錄 我覺得很難以外是否太過關了 也許進來在這裡 這瓜炮後會有個月的 他們在那裡 可以進來 冰魔配光光的目的就是因為說這個磚30的冰魔可以讓這個負面狀態時間提升60% 那光光射箭的這個暈的時間就會就會更長一些 好那第三關的話很多人就是使用這個九紅的月魔但是 我這個試了一下後用這個空到死的隊伍還是可以用所以說我這一關是算是把月魔省下來 那月魔省下來也不是為了要用月魔就是為了要用這個309的這個傭兵後東宏女士 那這個空到死的這個隊形呢其實前面有很幾關都用過了 好然後再來是第四關好第四關就是用到了這個東宏女士 第四關就是把月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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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 上去的一段時間 最後一關就是算是刷醉酒的關卡 試了很多種方式安之隊啊 有的沒有的 總會言之就算是刷醉酒的講述 就是算是靠著這個伊索德 但是怎麼講羅萬跟這個魅魔好像是在後面綁在一起喔 就是先噴下來然後 穩住戰局然後後面就是 想辦法讓這個伊索德拼命開大拼命開大拼命開大這樣子 309的斯克雷格其實就是 完全就是輔助這個伊索德 不過309的斯克雷格到後期其實 他也算是真的還蠻坦的喔 所以說我覺得伊索德在後 說錯了斯克雷格啦 後期也是需要練的角色309 然後再打活動啊打Boss啊也是 可以這個對於進戰的角色有不錯的這個增傷的效果 那重點是他本身也除了增傷之外 這個衝出去的角色在敵人半場也會有這個減傷的效果 那更不用說這個309九尖紅加劇的話 這個會不斷的恢復能量這樣 伊索德在不斷的開大 然後不斷的免疫又可以不斷的這個減傷 那再加上說疊加 這個不斷損血疊加上去的攻擊頻率跟這個 呃這個攻擊傷害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猛 好那因為這個刺複比較久 就直接開4倍速 好開場噴一下齁 增取時間 好 我覺得真的是運氣運氣 一不小心這個意思我的就被鳥了 好OK那這個就是36-32的這個過關紀錄 然後啊那個在5月15號原本要舉辦那個玩家見面會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所以取消了 那相信大家都已經收到看到那個 劍遠的FB的通知了 所以說順便加上這個影片一起錄個提醒一下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堅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